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金玉满堂》 这个故事啊,讲王蒙对刘真长和江道群的评价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王长使为林宫 王长使啊,王蒙 有一次啊,对知道林啊,这个老和尚说啊 真长可谓金玉满堂 刘真长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金玉满堂 啥叫金玉满堂呢 这个人啊,说话特别丰富多彩 满屋子啊,都是好词好句 林宫曰,金玉满堂,父何为简选 金玉满堂?老王啊,你说的不对啊 为啥不对呢?因为啊,这个刘真长 父就是后来,怎么又变成啊,言语 简单,额要呢? 本来说他是金玉满堂,说话丰富多彩 但是现在啊,他说话,字儿特别少 行不行,非常简单 王曰,非为简选 直直言处,自寡耳 王蒙说呀,并不是他说话呀 非常简明恶药 而是啊,直直言处,自寡耳 他说话呀,点到了每一件事情的重点 说到了重点,说到了极致 那么呢,自然简明而要 他说话,说得非常精彩 精彩不等于多呀,是不是呀 所以他依然是金玉满堂 否则呀,就不是金玉满堂了 就是一屋子的木头 一屋子的烂石头 王长使道江道群 这王蒙呢,又评价江道群 说他是,人可应有 乃不必有 别人啊,应当有的这些优点啊 他不必有 这和别人不一样 很有性格 人可应无 即必无 但是呢,别人 不应当有的这些缺点呢 他肯定是没有 就是呀,他的优点和别人不一样 有自己的特别的地方 那别人有的缺点呢 他肯定也没有 这个人啊,非常完美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王蒙王长使啊,有一次啊 对支道林老和尚说呀 老和尚呀,刘贞长这个人啊 说话特别丰富多彩 支道林说呀 不对呀 你说他金玉满堂 说话丰富多彩 但为什么最近啊 变得这么解明而要呢 他说话 惜字如今啊 这个王蒙说呀 并不是啊 他说话 说得解明而要 就不精彩 而是啊 他说的话 精彩到极致 王蒙啊 也评价江道群说呀 小江这个人啊 别人应当有的那些优点啊 他不一定有这些优点 他的优点和别人不一样 但是别人啊 不应当有的那些缺点呢 他肯定样样都没有 最后再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王长使魏林公 珍藏可谓金玉满堂 林公曰 金玉满堂 父何为简选 王曰 非为简选 直至言处 自寡二 王长使道江道群 人可应有 乃不必有 人可应无 即必无 天下之处 谢谢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